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lsea 欢迎回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今年我买到的五款 我最喜欢的小众品牌的包包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包包每一个我都会把它的信息 还有它的价格放在下面 可以方便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会把我平时出门带的一些东西 像手机啊 纸巾 然后卡包啊 这些东西 放进包包里 测试一下它的容量 也方便大家做一个对比 首先第一个包包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最近刚刚买 刚刚收到 然后也用过两三次的一个 这个Emily Levin的一个小的包包 包身是断布的那种制作工艺 它的包身是由玻璃片啊 亮片 珠片那些东西 手工制作完成的 它整个包包看上去其实是非常显高档的一个包包 而且它又做了一个这种50年代的这种复古金属的一个感觉 所以整个呈现出就是复古优雅 小女人的那种感觉 手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就这边是做了一个像是 也是手工 纯手工的这种一个个缝起来的 所以它的制作工艺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 所以质感看上去是非常好的 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就是其实我刚刚拿到这个包包的时候 就是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两片这个亮片其实已经掉落了 因为它做的会比较蓬松 所以不是很能明显的看出它有这个断过的痕迹 打开来有一个链子的 它这个链子是也可以鞋背 就是挂在包包的侧面 然后也可以当一个鞋胯包 然后胯在身上 然后这个鞋胯呢 我其实不是很经常用的到 一般我都是手拎它 我觉得就是挺方便的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一个容量 眼镜啊 手机就完全放不进去的 平时会用到的纸巾 口红 卡包 这些放进去就是没有问题 刚刚可以扣好的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点空间你是可以 比如说再放一串钥匙之类的 如果你要是装东西肯定是装不了什么东西 装可爱倒是没什么问题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凹造型 包括好搭配 然后本身质感都是非常好的一款包包 这款包包就是属于非常与众不同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还是挺小心机的一款包包 然后第二款包包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个韩国的一个品牌叫GOOD的一个 它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就是怎么说呢 可甜可咸 这款包的颜色我是非常喜欢 它是像那种焦糖色 但是属于浅的焦糖色 所以不论搭衣服方面是非常合适的 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都相当的好看 它的这个链子其实是我单独另外购买的 它本身的链子是这样子的一条 长的一个这种 也是像它纹路一样 这种鳄鱼亚纹的 然后这个其实我不经常用 亚克力的这一种链子会更好看 会更特别一些 它也是好像去年刚刚火的一个品牌 然后今年我看到NetteProté上面 经常有上心不同颜色的这个包包 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收到了嘛 然后非常非常喜欢 不管是这样子手拎 或者是给它胯在身上 然后或者是给它肩背 斜背 单肩或者斜胯 都非常好看 属于那种非常有形和酷的那种女孩 这款的话它是这样子 里面是一个大的一个场口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的话容量就非常大了 像手机啦 卡包 纸巾 就是像我刚刚拿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口红啊 古装的门饼啦 包括墨镜 我再带一个唇膏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款的话就是你平时出门必需品以外 其实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容量可以放 所以它的储存空间和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一个肩带其实是有一点重量的 所以背在身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重 如果你东西装的很多 斜胯或者单肩肩带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你的这个地方会卡的有一点点小痛 所以如果你东西装的比较多的话 建议还是手拎比较方便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好像还有透明的 整个背上身的感觉 然后还有它整个包身呈现出的那种质感 都是相当不错的 接下来这个包包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Shrimp的这款 一个珍珠包 有没有超级漂亮 就我虽然是今天穿的真的是一身白 我的衣服跟裤子都是白色的 但其实如果我再拎一个这种白色的珍珠包 或者是白色的刚才那个小亮片的那个包包 其实都是很合适的 Shrimp他们家 其实有去年有个大火的一款包包 是去年还是前年吧 就是那个也是全部都是珍珠包 但是它的那个形状是属于稍微 就是方方正正一点的 然后这款其实是今年的这种 像是第二代珍珠包吧 然后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 它的做工非常的精细 然后它每一个珍珠跟珍珠之间缝合的都是非常好 它这款的话你可以肩胯 其实如果是当夜下包其实是刚刚合适的 然后手拎啊手腕 或者是其实当一个小的手包 你就是手拿在手上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 看一下它的容量大小 它这个包身做的是一个上窄 然后下宽的一个这样设计 所以其实拉拉链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方便 拉链打开里面就是一个敞口的 手机卡包纸巾口红 再加一个补妆的粉饼 其实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刚刚好拉住 它的容量其实不是特别大 但是装你平时出门的一些必需品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后它的自身重量也是蛮重的 如果你要是拿这款包包的话 就尽可能少装一点东西 进而减的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这个包包真的是很多人都夸过的一款包 就连我妈妈都夸了这款包 所以我觉得这款包还是算非常成功的一款包 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 叫做这个littlelifener 也是我上次开箱视频里面开过的这个包包 然后它就是这种蜥蜴亚纹的这种设计 哇 就是真的是最近越来越盖得到它的美 这款包真的是 我买到就感觉是真的是今年很成功的一款包包了 我自己使用率 然后还有它整一个的样子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这款的包包呢 其实它本身包身就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这种金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锡扣设计 这样子打开来 然后整个包就开了 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质感就很一般嘛 不过确实也是 它里面就是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布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种拉链而已 你要说它质量有多好 其实并没有 但是它对于一个小众品牌的包来讲 其实已经算是挺良心的了 它的容量方面我也是非常爱了 像手机啊纸巾 粉饼 卡包啊 口红 包括一个墨镜 放进去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这款是做的稍微会软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里面放东西放的稍微多一点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今年有出它的一个小mini版 然后还出了一个新款的 就是前面有一个装饰的那一款 我都觉得挺好看 但是其实最爱的我还是觉得是这一款 因为它的实用性 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大小都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身高是168 169这样子 拎它我是觉得 如果太小的话 可能就是太袖珍了 然后这个的大小是刚刚好的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 真的我可以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个 然后这一款的颜色也是很多选择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推荐咯这款 好最后一个包包 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款包包 就是By Far的这个夜下包 这款包不用我多说了吧 是属于他们家或者是欧美圈 就是非常火爆的一款包包 可谓是欧美博主人人一个的这种包 他们家其实现在已经不算是小众了 因为他们这火爆程度真的是 比可以跟大牌媲美的 甚至比大牌还要难抢 它这款的夜下包 其实有很多个皮质嘛 有蜥蜴亚文的 有鳄鱼亚文的 然后也有像我这种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皮质 牛皮的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也蛮多选择 但是这款是它当时新出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非常喜欢 而且我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一款包包 背上身就是觉得很复古 然后不会过时的一种感觉 他们家的做工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像它的五金这些 做的就是复古的这种感觉 所以整个包身呈现出来的感觉 就是复古优雅的感觉 我这个颜色也是相当好搭配的 它这款的容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 像我刚刚所有的东西 像墨镜啊 手机啊 卡包啦 口红啦 然后补妆的 纸巾 它都是可以放得下的 它的包身比较轻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装东西就即使是稍微多一点 都不会觉得 比如说肩膀很累的感觉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其实这一两年 小中品牌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大家都会有更多的关注点 在放在小中品牌 这几年不论是一个性价比 然后它的质量 包括一个搭配的实用性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包括对包包的颜色大小 购买渠道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 评论弹幕转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